黑松还有爱之味4月份纷纷推出了饮料新产品 健康小包装也成为今年市场上的主流 黑松今年强攻的是碳酸饮料市场 罐装咖啡也会推出小瓶装精品系列 爱之味机能茶饮也推出了小宝特瓶 那么饮料业者观察在气温升高的带动之下 现在通路下单的情况不错 有希望对于4月份的营收有帮助